似乎是有備而來 竊賊頭戴牙水帽 大半夜來到檳榔攤 拿出拔釘器敲開門鎖 進到店內後 還抬頭看了一下監視器 開始東翻西找 沒幾分鐘後 遠景到場 當下這名竊賊 卻被困在店內 想走也走不了 竊賊發生在台北市北投 11號凌晨 竊賊當天騎車出門閒晃 看見路邊有類似的老舊汽車 拿鑰匙一轉竟然能發動 就騎著張車在路上尋找目標 這名竊賊當時騎著張車 超過800公尺後 鎖定的這一家 當時是沒有營業的檳榔攤 敲看門鎖進去翻找 但還沒有想到的是 老闆的朋友就住在附近 我在睡覺 半夜他騎摩托車來 剛好在我那個門口 聽見鬼醫生想出來 就有看見小偷闖入 立刻拿球棒把對方控制在店內 正面51歲唐姓嫌犯 過去有毒品跟切刀前科 路往宮稱是工地的臨時工 最後一時興起才會犯案 但他包包內被搜出 暗非他妹跟吸食器 被機車切刀 加重切刀 毀損和毒品罪 共四項最嫌送辦 還好被海店家平時跟鄰居相處和睦 就回檳榔攤被小偷闖入 幸好錢沒有被偷 還在鄰居的幫忙下 當場抓到賊 TVC媒體的黃龍戰們 太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